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李丹老师 今天这一支影片是要讲 有一次我私人教育课的时候 我的学员表现非常优秀 我说他如果进到那个秒数内 我就下场跟他一起竞技 结果他真的做到 厉害 我就把我上场跟他竞技的那个视频 影片把它放上去给各位车友观摩观摩 因为我也很难得跑大鲁门的半场 所以我把这个就是半场怎么跑 然后我也分享给各位车友 ok 然后记得哦 4 月 25 号高雄 凌路草牙道 有赛车银 记得要报名来参加 报名表单在影片下方 记得要跟哦 ok 好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来看影片吧 GO 嗨 大家好 我刚跟学员讲说 如果他跑近31秒 我就陪他下去跑 结果他真的做到了 天啊 好厉害哦 你看 31661 你看 他今天来的第一场是 330 第二场是327 第三场是324 第四场是316 好吧 那我们只好下场 跑一下 ok 好好看哦半场哦 我不知道多久没跑半场哦 好好看好好看 OK GO 你看 以前的8不一样 有没有 哇 那时候30.442 好 出发 你看这个车套是14号 14号 我蛮喜欢的 因为我自己就住14了 ok 所以我觉得 这个车套不错 好 那 半场就是比较特别 我觉得这个车套 我觉得这个车套 没有做到 你知道什么 重点 因为 你的手套 好 因为如果你手套够年 你会发现它的指滑效果 会非常的好 所以你就很容易去厚重 那因为你的手套 就是指滑效果 比较不好 了解吗 所以它方法要滑下去 所以你要很容易握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不容易握的就是 很扎实 所以当摩擦力变大的时候 你的方向盘实际上 是会比较好掌握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会支配手套就是这样 或是有些人拿到 比较不好的手套 要换一双 对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 你用摩擦力好的时候 把那个方向盘抓 可以带进去 ok 那我这个影片 自己看了 两三遍 我觉得我的状况 真的没有 稍微有点呆呆的 就有点 笨笨 反应好像有点笨笨 不过没关系 就尽量 可以分享 可以教 就尽量教 ok 那现在一定要 过这个大U彎 抓好 然后弄一点点就好 就尽量贴在里面 刹车 把刹车带进去 你有没有发现 刹车 在下的时候 尤其是那个大U彎 要接那个刹车的时候 你知道方向盘 为什么会抖一下 你有想说 对于多少方向盘 会抖一下 因为它的地方 下的刹车比较重 那下的刹车比较重 它车子就会稍微 比较振折 这样一点 所以你要把车把控 就是要尽量去抵抗 那个振折 它车子还会乱抵 你看又来了 刹车 是不是稍微 你看不就有抵住 是不是就比较稳 你有没有发现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诀窍 你在刹车的时候 你记得 就是一定要把车轮定 因为刹车的时候 尤其是大甲刹车 车子是动才是最不容易 就尽量把车子hold住 你越快把车子hold住 车子就可以 越快捡捡 越快捡捡 这就是尝试 也不尝试 我讲的应该算是高级姿势 这也是我领悟很久的 是不是 好 那这个地方没有全油门过去 然后接下来也要过龙门家 但一样过这个龙门家后的一号班 是不用收油的 尽量走外内中 然后刹车带进去 有没有 那记得 弯心都要摸到 弯心都要摸到 知道意思吗 记得弯心都要摸到 像我自己在看影片的时候 我就自己不记得 有一个弯心没摸到 好像是等一下的地方 你看这个有摸到弯心 好 最后一个弯 这个没摸到弯心 你看 自己叫你叫他摸到弯心 他还没摸到弯心 你看他 你看他 他很扯耶 我就讲他 没有摸到弯心 就是损失就是 流别的弯心 知道意思吗 你离越远差越多 这样了解吗 所以弯心一定要摸到 一定要摸到弯心 确实摸到弯心 然后再把速度带快 OK 因为这样才会利用到最大的回转半径 最大的回转半径 你看我们随时随地 都是有在精进自己的 像我们的技术也不惯 一直在进步 这样我们才能带你一起进步 这样我们大家才能一起进步 对不对 是吧 我最近 又有很多情 我觉得我的脸 我有伤人的情 真的蛮开心的 睡觉 做梦 都很希望 好 会讲过的话 来 拜拜 一样 不过这个有点呆呆 那天不知道为什么 有点呆呆 你看刹车才有没有 因为前面增长动作太大 我觉得太大了 而且好几次 最后都弯弯心 我都不知道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会好好检讨啊 好吗 如果觉得我开的不是很好 想电我们记得 领路要来一下 知道意思吗 开放 给你看电 知道意思吗 OK 前面的还有讲评 我又不敢说出来了 好吧 好啦 班主听到 在前面有讲评 OK 那一样 现在要握拢一下 稍微完整的解释一下 来 咬完 全右门 不要动 进去 我现在放慢了 正常讲的就放慢了 我现在不在等那个学员 我想说我仔细 撲取了一下 然后发现描述还是一样 我就想想帅 不要再撲取了 是吧 尝试了一些开发 但是发现描述还是没什么 被我扶得帅 然后 然后成绩该做来做 然后观察一下学员 跑的过程 然后给他一些建议 其实我学员跑得算不错 你看 没有办法很短暂的 在一两个弯子 可以直接拉击 不要发现 是吧 所以我学员开始做 一要弯全油 方便把握好刹车 带领便要弯 摩到弯心 三要弯 摩到弯心 四要弯 摩到弯心 摩到弯心 四要弯 对不对 这时候就是每次不要超成 所以洗一下他尾巴的时候 我用他状况跟紧的很好 知道意思吗 越吸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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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可以藉此观察 就是对方 你会在哪里失 你在哪里动手 可以交往 知道齁 洗好 有没有 你看带进去弯太快 它就会稍微越歪 所以进弯 如果你在外套 在哪里带进去 就弯出 然后撞空就可以拉直到 就是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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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弯动效应 所以我们一起谈定 就是这时候我们一起谈定 那时候我们一起谈定 弯动 吸尾流 会有这种样子 各位车友 就是不妨跟你朋友在玩的时候 可以撕一下 在前面四天的体重要差不多 如果体重悬出太大 前面那个体重 已经吸到我 那时候再自动 是不是很太重 是吧 这样就要讲 OK 因为出路车很刺其重 现在好像快差不多了 还没还没 还有还有 就来 开 一号弯全流 刹车 戴进去二号弯 然后它就把它尽量动 少一点点 一点点 就好 然后三四号弯 直接出去 然后接着最左边 对不对 然后直接往右边 慢慢进去 是吧 右边慢慢进去 那如果要节省路径 可能就是四号弯出来 所以我们不用走好 往前面 就是稍微靠中间 因为它速度也很高 就要继续往上走 OK 好 哪天做三十一秒一离 抱歉 抱歉 我也随时随地都在最佳状态 不好意思 抱歉 好 所以大概就是 这样 然后如果 刚刚如果还以为要节省时间 就是那个 到时第二个弯出来 可能可以走中间 因为它其实车速没有那么快 就是这里弯进去 好 那我现在可以劈它 就这样啦 OK 拜拜